你好,大家好 欢迎来到Mira's Garden第一届感谢粉丝制 以下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很精美的礼品 请大家敬请期待 谢谢 我是Mira 今天就是要与大家一起举办这个粉丝感谢制 没错,因为今年我也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然后最近12月我忽然决定做Vlogmas 结果我实际上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2016年的时候 还是绿色头发 蓝绿色头发的那时候 我是天天出片 迴续了三个月 那时候是非常成功的 所有片都是我一手一脚剪 所有节目都是我一手一脚打的 但是我每天几乎都是准时出片 所以我一直都记住 我曾经这个成功过 就打算 今年忽然想做Vlogmas 我一定可以做到 但谁知道原来是不行的 因为可能真的年纪大了 因为都隔了几年 还有可能 人越大就越多东西想 所以现在我未必有这样的时间去复合很多东西 所以 说真的 最近做Vlogmas 是有点吃力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会看到可能会说 一些影片 为什么质素差了 或者是会不会为拍而拍 其实说真的 是的 就是 鬼我自己答应了大家 那我没理由有出意反意 那我不想有好像 但是 还有一个会背起来留言的人 其实 不是说那么开心的 所以 这个月其实不想那么轻易放弃 所以我这个月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每天都在狂带着电脑 刚才我已经 连续坐在电脑面前四个小时了 然后 今天拍完这条片 然后 在这个15号 的10点 就是现在就和大家见面了 没错 但是我也是非常感激 大家 因为就算我这段期间 可能大家觉得我的影片 主题没那么吸引 没那么有兴趣的时候 但是 都会点击进来 看我的影片 还有呢 我看到有很多的观众 就是他们 超级准时10点过来留言 还有呢 都常常见一些相同的ID名 他是频道会员来的 脸床鞋 AC081006 英22 梁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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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红色色 真的没办法忘记他 我真的很喜欢香港 大甲麻 马铁麦 真的有太多太多观众朋友 是真的会进来 每天打卡的 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在这读不完 真的超级抱歉 其实他有一个难题 就是因为本身我决定做Vlogmas之前 肥炎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决定了Vlogmas之后 忽然间狂爆 然后搞到我失散预算 没得出去做一些本身计算好的拍摄计划 又没得去一些场地 所以我的题材忽然间 哇 进失的 所以在这里 感谢大家 还有 之余呢 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粉丝感谢制 所以我就准备了粉丝 韩式粉丝 对了 就准备了粉丝感谢制 其实就是想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不离不弃 之前我情绪有些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大家都有很多 是充满爱的留言 其实全部都收到的 我在想究竟 我可以用什么方式 送什么给大家呢 我早几天呢 有个SK2的广告 其实 说到这件事 真的都觉得超级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有些留言 就说 为什么Vlogmas都会有广告啊 因为其实这次决定做Vlogmas 我真的没有想太多 純粹是 觉得 我想做我就做啦 Vlogmas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一定是前一天拍的 不是 大家看到我最近的明洞 云大 就知道 要拍完 第二天就立刻出到 是真的有点难度 所以 其实我都可能是隔了一两天 对了 还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叶配广告这件事 是没有什么可能 立刻就可以出到 因为 因为客户给了一个job 他都要肯定 你没有说错 或者是你拍出来的效果 是客户OK的 所以中间都会经过很多的过程 其实 短的可能一个星期 是长的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都有机会的 所以12月的两条 叶配边 其实就是 我之前摘下的 但我当初就 想少了 就想着 既然我30多片 我中间插两条广告片 都好像不过分啦 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但是令到大家有一点 叶配感 非常抱歉 没有了 12月没有了 出了广告片 对 讲回礼物 其实神仙水下 我一直以来都有用的 product 然后我也觉得好 所以我才会接 才会介绍给大家 然后我看这几天的views 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太好 因为可能 每日出片的关系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分给我 我也明白 今次SK都选了我的合作 但出来的views 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有些抱歉 所以想了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两全奇妙的方法 就打算加入SK都送给大家 我就买了回来啦 我觉得SK都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我真的无法帮他们买到广告 但是这个 绝对不是广告来的 我刚才就走了去买大家 请看片 各位 现在去买你们的份礼物啦 天好好啊 先前很好 SK都很好 但现在来买大家的礼物啦 买大家的礼物啦 这个有的 大家我买了这个项目给你们啊 限量版来的 那里面呢 就会有 我介绍的神仙水啦 这个又是迷你版 然后有个奶油啊 还有面膜 希望大家收到很开心啊 好快就会到你的手上了 虽然有偏微症 但我真的很怕大家误会 今天12月14日 然后99万 真的在蠶室自己给钱买回来的 其实我是绝对可以问SK2 拿一堆product 回来 然后送给大家的 但我又不想这样借花敬佛啦 我就觉得 去Cana 亲手买离物 回来 准备给大家 我觉得是 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而且我觉得这样才是 送礼物的 诚意啦 所以我就这样做啦 好 这个SK2的礼盒呢 我准备了十份的 所以是十位黑孕儿 是可以得到的 参加方法呢 就是 大家听着 都有少少 複杂的 由今天12月15日 到10月20日 每一条片都会出现一秒闪字 那是随机啦 即是几分几秒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就小心地看 小心地找啦 TOTO就会有六个英文字母 加一个符号 所以大家每看一条片 就顺序写下它 在10月20日的那条片 就会出现 最后一个英文字 和一个标点符号 大家看完之后 在改日的那条片下面 写下你的答案 和加一句MIRROR星灯快乐 这样就OK的啦 但是就是斗快的 最快的10位 可以成为这个SK2的限量精美礼盒的得奖者 然后21日 确定所有得奖者之后 就会有专人 联络大家啦 这个游戏 其实我想了很久 因为 抽奖其实是不可以做的 要申请的 所以我就不想 冒险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方法出来 但是 因为为了想公平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抢不到头10名的 大家都不要不开心 我扮这个的感谢就是 其实最主要是想多谢大家 令大家开心 如果大家反而不开心的话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大家知道 我内心是很感激你们的 就OK的了 那这个呢 是第一个参加的方法 那我还有第二和第三个参加方法 那但是呢 第二和第三呢 就是留给我的 频道会员 蜜蜂冰团 是因为我频道会员 都开了半年的时间 一直都有很多朋友 支持我 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呢 另外准备了一些很精美的礼品 那内容是什么呢 就想保持一个神秘感 透露少少给大家听 就是一个我挺喜欢的零食来的 之前我在instagram都有分享过 我很喜欢吃 就是 就是 Kimi Kimi的紫菜 好好吃啊 它呢 有不同的味道 这个是 哇沙比 绿茶 烧排骨 辣鸡 粟米味 好了 我准备了超大箱给大家 那不单是紫菜的 另外呢 都会有其他量物 那我就会频道会员 再另外一条片 是给频道会员的朋友看的 是我的小小心意 就不是那些 哇很大的了 就不是sk2 都计过呢 所有加上 都超过港币2万 近乎找吃加困了 但我都希望大家尽量开心 所以我都准备了很多份量的 是的 那 希望大家 互忠言 但是呢 我不是想做生意 不是想用礼物来吸引大家 来加入频道会员 然后得到一份礼物 绝对不是这样的 所以 为了避炎 我是今天已经cut off了 15号 10点前加入 我也当是 10点后加入的频道小物风 可能就要等第二届的感谢节啦 好 那分享了所有的参加方法 大家 记得看完这条片 就今天开始 记得看看 什么英文字幕和标点符号 记得留言啦 我们下集完 点赞 了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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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